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刚才我们在德饼汉这边我们有提到讲说有个课题我们还可以继续谈的 就是其实对于Najib他今后的领导 还有他对这个不管是党还是政府的这一个手段 他会是一个怎么样的 他必须要怎么样的态度 怎么样的手段 怎么样的强势去领导我们马来西亚 更何况我们所谓的2020年要新进国 看起来四年的时间好像不够 而且经济也虽然就好像webison要讲的并没有很差 但是也没有很好 所以接下来这四年可以是关键 而且今年的关键是沙州选举 然后接下来还有剩下两年 大概还是一年多的时间就要来一届大选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的真正的耽误自己 Najib他要做的是什么 当然各种的经济刺激 这种配套会继续的 你会看到有了 所谓各种的这种变明 利明的这种设施 让你身为中下陈阶级 能够更容易借到钱 比如说来买房子 税务账减少一点 然后各种的这种物价的这种补贴等等 会有更多 你会看到继续的更多 什么brim这种会继续的 明粹政策 因为你只能够用这些政策来为某种程度上 勉强维持着人民对你的一些支持 不过我想下一期大选 其实也不会太差 因为巫统总还是有一些铁票 铁席这样 巫统你少少六七十个少不了的 坦白说 再加上我东马的那些好朋友们 东马都有五十五席 不用讲赢完只赢四十五就好了 你四十五加六十已经一百零五 是不是 再加上马华赢多两个 对不起 马华赢多很多个 你都做政府了 是不是 其实也不用太过担心 不过就是说 这样的一个政府 你会看到以前三分二 后来没有三分二 后来比没有三分二更少 然后又更少勉强执政 然后再下一届 比如说什么2023 那个就很难说了 是不是 因为你一致的逐渐减少 改朝换代会有 但是来一届大选的可能性不高 我觉得还是会是国政执政 还是会是国政 这个是肯定的 中央政权来说 对不对 还是南吉普来出了首相 不一定他出了首相 不过国政会执政 这如果他的接班人 您认为有谁 现在很明显是 Zahid应该会是接他的班 其实关键其实在于 Zahid是几时接班 如果他在这个大选前接班 是不是 那么根据传统 你一定要给他至少一年 有表现一下 是不是 那么你就可以 你可以倒反来算 2018年的年终 减一年 2017年年终 不再有一年半时间 如果是要 否则就由纳吉继续领军下去 然后领军过后 做多一两年 然后才交给 这个 Zahid 他的表弟呢 他的表弟应该是 过后当副首相等等 顺位上市 对 都是这样子 国政里面都是顺位的 其实每一个政党都是这样 当然我的看法不一定是 先有的官吏 有些会改变的 对 某一定就没得做了 因为好像 安华本来就一个角 他一半进去了嘛 进去首相署了嘛 结果就倒下来 没有那个命水 不一样嘛 好像某一定 对不对 对阿玛达达来讲 他本身 当然在做了副首相以后 肯定在官吏一样是接班 但是他看要将来的 证据的发展还决定 他能够不能够取得 好像 拿着这种的 在党内权力的支持的时候 当你发生一些权力斗争的时候 肯定又一种局面产生 对不对 所以没想到嘛 这个局面会有发生 这个没有意料的 因为证据的发生啊 可能一下子 会有不同的情况 所以谁会想到 那个某一定会倒下来 对 所以这个是 政治 不是说一加一等于二 所以我说 那这样 关于的分析 福博士肯定是这样的 在惯例 但是有些东西 不会惯例发生的 突然 党内有一些不同的 我也是 我也是觉得 你看好像 Sahid当了副首相之后 他一味的 说首相多么伟大 多么了不起 等等 这个坦白说 让我想起什么 我们有看中国历史的 当年毛主席 跟领副主席之间 也是这样的 东方最红最红的 红太阳 红到最后 你看什么后果 是不是 这是很好的比喻 1971年 所以观众朋友们 不一定 不一定 这的确是 这个关系的东西 不一定会存在 不一定会存在 万毕圣妖 我们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我们这些还不知道 我们 你是说接班人 或者顺来 能不能够继续胜 接班人我们还不知道 因为现在还没有稳定 还没有稳定 我们再看一两年 看他的情势怎么样 这么说来 顺位上位 顺位上位 这个也不见得一定 就不一定是这样子了 不见得 不见得 假如是顺位上位 那穆沙弊 不是坐了上去 这不是 这么看起来 跑出的黑马 可能是他的表弟 就有可能 永远都有这样子的可能 就有可能 但是无论如何 我认为 在下一届大选 我们的首相应该做出 既然他现在 在整个国阵里面 的确是他一个领导人 掌门人 那么应该做出 导致今天 我们的国家形象受挫 那些东西 应该把它改正过来 对 凡是公款 要比较透明一点 凡是公款 就不好进入个人户头了 这个很难去跟人家解释 很难讲 当然我们不方便 他也知道我想的是什么东西 但是不方便这样 因为要找证据 证据就困难 那无论如何 它是任何一个公款的应用 一定要透明 一定要向人民交代 这个是 增加这个公信力 对 这个很重要 所以 一定要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 那个政治基金的法案 对 政治陷阱 那么反对党应该支持 是 我其实 其实这个 这样应该早就有了 应该早就有了 因为 不任何一个政党 这方面 一定要搞得疫情而成 对啊 如果这个法案存在的话 然后这个 Najib他也做得透明的话 我想他今天的这一个地位 我想 今天的事件里面 其他政党一样有发生 只是没有暴露出来罢了 这个 这个不好讲 对啊 很多你说 那么 肥教党的基建从哪里来 那么 同样的 人家问 行动党的基建从哪里来 对不对 大家不讲说没有事 晚宴上筹回来 但是有讲出来说 可能就 很多事情发生 不同 有些 定了个人的代址也有啊 不一定啊 对不对 这些都是可能发生 但是没有暴露出来说 全部是好 就这样 所以这个政治陷阱 政治陷阱 肯定是重要 因为这个 透明化嘛 我觉得一个政治陷阱肯定也重要啦 就像两位YB所说的 还有就是 就说 公款啊 跟用作政治用途的款项之间 也要有很清楚的这个定位 不能够说 大选说 我宣布 这个新春啊 假如什么什么 会得到一千万的破款 这样的啊 这很不应该这样做的 这种是买票的 你们假如有看美国的那个什么 纸牌物啊 总统去这个爱荷华拉票嘛 做总统专机嘛 是 那个专机上 所有人不准谈政治的哦 只要一谈政治啊 你要付钱给美国政府啊 要付每个人十四万美元的哦 因为你就变成 你那个任务不是总统的公务了哦 变成是政治的任务了 对 你看这种分得都默的清楚啊 这一点 所以我们并不是这样 我们不是这样的哦 我们喜欢喜欢就来去啊 来两千万破款这样的哦 没有错到处都看到那个牌子 Satulagi Project 等等啊 其实很不应该的 没有分清楚哦 对对对 这个政治现金还有政党用途 或者是这个人民用途 也真的要分很清楚了这一些 这个就要我们在靠近大选择的时候 可能也会开一个特别的题目来谈了哦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已经超过了一个小时哦 那么接下来的这些问题是没有办法回答了哦 真的是 也希望说观众朋友们可以从这三位嘉宾的访谈里面 找到你们所想要知道的答案 欸 是 那么 5 5 5 9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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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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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